无量受福是我本觉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以庄严自行是名十觉 十觉和本觉 一去究竟觉 集体中 清净平等觉业 这是配三种觉 十觉 本觉 究竟觉 这个里面 本觉是离体 十觉是开始修行 我们成天迷而不觉 主要下单 念佛就是具耳而不明 可是你得懂的 如果你不懂 你不听经 你不学教 你念这家阿弥陀佛 还是迷惑颠统 迷信 阿弥陀佛是什么 不知道 那就是阿弥陀佛 我家的功力佛像当中就是阿弥陀佛 他就指这个 根本不知道阿弥陀佛是什么 阿弥陀佛是自信 是自己的本性 是自己本性里面所具足的清净平等觉 了解的时候 他念的时候就相应 就跟密宗那个方法一样 叫三米相应 手接手印 手印就是我们现在讲手语 口持咒 心里面观想 通通相应 这才行 我们念的与阿弥陀佛也是一样 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后长念也行 共进 恰致念诸念也行 念诸拿在手上不掐也行 为什么 提醒自己 念诸不掐提醒自己 这个就等于手印嘛 等于接印嘛 这一句阿弥陀佛 不离口 就像持咒一样 心里面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或者心里头 口念佛 心里头有佛 就是有阿弥陀佛 知道阿弥陀佛就是自己的自信 知道阿弥陀佛就是自己的亲近平等觉 知道阿弥陀佛就是自己的大圆满 这不就没有两样吗 一桩事情嘛 比这个密教还简单 还方便 阿弥陀佛密教里的规矩很多 这个没有 全给你放松了 所以你要会念 真的 一个发门就是一切发门 这一句阿弥陀佛 大臣小臣 闲教密教 宗门教下 全都都包括了 你这个发门多殊胜 这个发门多为妙 阿弥陀佛